刑侦剧一直是比较热门的电视剧题材 对扑朔迷离的犯罪案件抽丝剥茧 最后将罪犯绳之以法往往叫观众大呼过瘾 那么2024年最新热播的刑侦剧有哪些 2024年代播刑侦电视剧哪不好看 下面细说小编就为大家分享 2024年最新刑侦剧排行榜 既有正在热播的悬疑刑侦剧 也有即将上线的犯罪刑侦剧一起来了解下吧 看看你最期待哪一部 一黑土无言 黑土无言是由藏西川指导 陈建兵胡军邓家家领先主演 史册陆红陈敬可等主演的悬疑刑侦剧 于2024年1月10日起在腾讯视频X剧场播出 该剧讲述当兵出身的关于心思缜密 作风严谨身心素质极硬破获大案小案无数 从一个淳朴生猛的小白刑警一路成长为睿智 老到且破案经验丰富的蓝河县刑警队大队长 二侦探 叶之国度 美剧侦探叶之国度是由伊萨洛佩兹指导 伊萨洛佩兹阿伦佩吉编剧 朱迪福斯特等主演的最暗剧 于2024年1月14日首播 该剧为侦探系列第四季 剧情设定在阿拉斯加州的长夜里 运行着C楼北极科考站的六个男人突然失踪 两个警探Lise Danvers和Evangeline Novarro要一边面对自身的阴暗面 一面努力挖掘出永恒的冰封之下埋藏的真相 三旷野之境 旷野之境是由林克指导 罗敬肖央张慧文领先主演的公安刑侦剧 在优酷全网读播 该剧讲述佛西神探校况被上级委任负责反电诈 在网络安全女专家方欣瑜的协助下解决了影响巨大的大学生学费被骗之死案 然而突然回向的发小输液 却暗中成为电信诈骗心头目视野 成为校况的隐形敌人 死我是刑警 我是刑警是由慧凯洞指导 徐萌编剧于何伟李春爱等主演的刑侦剧 讲述了秦川毕业后回到家乡成为民警 通过勇敢捉拿歹徒开始了他的刑警生涯 这部新剧以真实案件为基础 将紧张的案件推理和解决过程与人际纠葛相融合 深入探讨了正义法律和人性等主题 非常值得期待五刑警的日子 刑警的日子是由高群叔孝一凡指导 欧好张嘉宁和宾王佳佳领衔主演的刑侦剧 全剧共24集于2024年首播 该剧根据蓝衣的小说《一个刑警的日子》改编 讲述为了打击犯罪实现警察梦想 年轻的刘子明怀着一腔热血 来到市公安局某刑侦支队工作 在经历一系列大案 要按其案挂案的锤打与魔力之后 成长为一个名优秀的刑侦队长六乌营之上 乌营之上是由花庆指导 孙力 罗敬 丁冠森 李小冉 王子义 等出演的现实主义悬疑刑侦剧全剧共18集 该剧讲述三合刑侦队的女警官韩清 在与他合作多年的默契搭档中尾离其失踪后 暗中持续调查其行踪 在经历了一系列犯罪事件和扑朔迷离的案件 他们能否战胜黑暗找到背后的真相呢 七白夜颇小 白夜颇小是由刘英健指导 指纹编剧拍月明王龙正主演的犯罪悬疑推理剧 为白夜追凶第二季 该剧剧情承接前一季 讲述刑侦支队队长关洪峰为了 习托弟弟关洪宇的杀人罪名 性格迥异的兄弟两人在警队中白夜分饰 背负着随时被周寻及各路人马发现的危险 一路破获多起案件的故事 八小站警示 小站警示是由刘雪松指导 刘化编剧郭金飞陈述孙益周 等领衔主演的公安题材清洗剧于2024年首播 该剧改编自第十三届金顿文学 一等奖作品长篇小说驻站 讲述了花城站派出所警长长盛正 面临着事业与生活的双重危机 此时郑玉霞区内东寨车站驻站 景老孙在执情中突发疾病身亡 于是长盛选择自我放逐来到这个偏远小站接班 《九试语者》 试语者是乐视生态自制出品 由李宝能指导罗云熙、周琪琪、江麒麟 王大威主演的犯罪推理剧 该剧根据秦明的同名小说改编 讲述神秘职业试语者 凭借过人的歹失与经验读懂尸体 并替朝夕相处的他们发生的故事是非分之罪 非分之罪是由TVB制作出品 王兴卫指导吴启华、陈伟、朱敏翰、刘佩月、阮浩宗等主演的悬疑行真剧 该剧共有6个单元 一共25集剧中每个故事都以真实个案为蓝本 部分更是外国离奇个案多个单元 包括一杀鸡、危险游戏、恐怖情人等全都带有情感故事